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染紅 我覺得這個民眾黨 這個當然是小部分的意見 我還看到他們有人在講說什麼 這個叫做這個台灣 如果你叫做台灣對的話 人家就可以講說是中國台灣 反正要講怎麼樣都可以講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個後裔 當然他是因為在X方面發文 那他可能是或許 他可能是講說這個用正式的 我們的隊名的英文名字會比較好 但我覺得不管名稱怎麼叫 有人喜歡叫中華隊也好 有人喜歡叫台灣隊也好 或者是有人那邊講聽台灣也好 都可以 像我我自己是會叫中華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出去要用中華台北這個名稱 這個是由於國際現實的問題 可是對於我們來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國家代表隊 那我們的國家現在國名叫做什麼 就中華民國 所以我會把它稱為是中華隊 是這個原因 那這個跟民眾黨那些人 講的很不一樣 他們講說什麼中華台北等等這些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個證明這件事情 過去已經討論過很多次 以前也曾經公投過 2018的時候曾經提過這個 東奧證明這件事情 而且那個時候包含這個民進黨 本來在這個他們的全代會上面 也要提出來說 要提這個東奧證明的這個提案 那後來在會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全國的這個黨代表 叫做蔡曉薇 他也是這個台南立委的 這個林均先生辦公室的主任 然後他把他這個宣布要把他撤案 那那個時候行政院院長是這個賴清德 那那個時候賴清德也講 他說為了保障運動員的參賽權 儘管很多人不滿意 依然會以中華台北的名稱 代表參加這個奧運會 這個就是國際現實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理解 只是說我覺得 這幾天大家應該很開心的 就說不管怎麼樣 你說中華隊也好 叫台灣隊也好 反正就是我們台灣的這一支棒球隊 在國際上面拿了世界冠軍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大家很開心嘛 結果現在大家在那邊為了這個名稱的事情吵著 這樣子不可開交 我是覺得有點失焦有點無奈 但我覺得最現實最務實的就是像這個 這一次奧運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我們林陽佩拿這個金牌的時候 最後不是這個深中中華台北這個所謂的會旗 然後這個放所謂的這個奧會歌嗎 那實際上對我們來說那個就是國際歌嘛 這個就是當年 那你唱那個奧會歌你唱給我聽 那個這個就是這個當年我們因為說為了要這個用中華台北的名義加入這個所謂的這個奧會協定的時候 所以說大家為了我講實話我們有點陶醬 我們用了同樣的這個旋律 可是我們把歌詞去改掉 我還特別去查一下那個歌詞要怎麼唱 講坦白的我也不記得 但是你看那天在現場 我們在東京巨大拿下這個冠軍的時候 旁邊我們除了球員之外 我們所有到這個現場去看的這些觀眾 自己自發這個自動自發的唱的這樣子國旗歌的歌曲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管怎麼樣名稱也好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就像賴總統他在雙十國性講的 你要叫中華民國也好 你要叫這個台灣也好 不管叫什麼名稱 這個代表的都是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認同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中華隊或者是台灣隊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 現在我們都暫時接受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當這個中華台北在國際上 尤其有一些不太了解國際情勢的人 這個不太了解國際情勢的人 在全世界七十億人口 我相信佔絕大部分 除非你很關心地緣政治 不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因為我出國多次在美國在很多國家 講實在話他們都搞不清楚 不過我要讓大家知道一個現實 當我們的護照 第一次在我們的護照 Republic of China 把它下面加了一個很大的台灣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拿這個護照的時候所受到的待遇 不一樣了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跟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尤其在英文的名稱上 要把它做區分的時候 是多麼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在很多國家你沒有辦法快速通關 可是你的護照加了一個台灣人 一看台灣你就快速通關 所以其實棒球也是運動的一種 國際上的運動我們不要再騙人了啦 什麼運動不干涉政治 什麼政治不干涉體育都騙人了 政治尤其中國任何地方 他沒有個地方不干涉台灣的政治 沒有個地方不打壓台灣 包括在民間社團 所以從這裡來講 我忍不住要講 雖然這一次日本 他在官方海報沒有放入台灣 結果變成一個放淘汰名單 當然這是個反諷 台灣臨風日本奪冠 日媒接五大敗筆 官方海報成為逆襲的動力 讓台灣人覺得說 你海報裡面沒有台灣 讓台灣人覺得那種動力 尤其像陳潔憲 他打了全能打 表現出來這個手勢 其實真的是台灣 要在國際上發光發熱的一個動力 因為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真的不一樣 互不隸屬 所以我們再看看 台灣隊的首席兼補手教練高志剛怎麼講 我們不能休息 馬上要做出比賽報告 以及對於下一場比賽 對方的戰力分析 所以他很心疼情瘦小組 他們非常的辛苦 當然蔡其昌也感謝了棒球隊 團結了國家 他甚至哽咽說 去了立法院很像兩個世界 為什麼再提總預算 蔡其昌說 總預算沒有過 會影響我們明年經典賽的 備戰 所以換句話講 國民黨 還有民眾黨 他們真的有在乎嗎 我不知道 還是他們只是在蹭棒球了 變成一天的棒球迷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球員 真的 除了這些球員以外 我們背後有很多神奇的教練 大家看看 很多 尤其大家看到王建銘 這大家都很熟悉的 這一次的我們的曾豪劇等等 我就不意念了 還有一個眼鏡拆彈手的對變 日籍教練給養分 給我們裝西宴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在這一次在日本比賽 日本人很稱讚台灣 而我們台灣的棒球 其實也受惠於日本的幫忙 因為我們的棒球都是從日本傳到台灣 而棒球是美國傳到日本 所以我們也不得不承認 當我們的紅葉哨棒 第一次打敗調部隊的時候 那個是幾年前的事 將近六十年前的事 也許大家都忘記了 在座的人可能我們來賓也不知道 那是將近六十年前的事 我很小很小時候的事情 我所看到的 所以十二強奪冠背後的神獸教練團 老球迷淚洩說 哇那個是年代最強的組合 想起了二零一三年 世界棒球經典賽 有機會擊敗日本 當時出賽的選手 就有不少這次十二強的教練 這些人現在年紀大了 已經升級為教練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些 尤其排鋼接機陳柏青 備戰可愛又溫馨 他見七個女孩 吉祥物笑到超燦爛 他是團寵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些的時候 真的蠻有意思的 所以咱們來看的羅醫師 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今天下午 在我們台灣的英雄谷 就是這個畫面 開心的畫面 台灣人的光榮時刻 我要比一下 就是這個畫面 各位 台灣就是台灣 沒有第二種稱呼 有人說 不是長期叫做全是台北嗎 各位 CT 我是醫生 CT 我不會讓他解讀說他是台灣 CT叫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 我建議這些中國黨 這些堅持要CT的人 你用CT照一下你的大腦 是不是有問題啊 你喝台灣的水 吃台灣的米 每天一直幻想自己是中國人 一直要把台灣矮化 到底是存核居心 天 佑 台灣 1月的選舉 我們不選侯友宜做總統 你如果選了以後要改名 聽全你是台北 聽都沒有 各位 英雄谷 不會開心啊 看了就討厭 如果是另外剛剛說的民眾黨小草呢 他們在做夢 他說現在要檢討 檢討政治責任 頭一口 你們的黨主席現在正被檢討刑事責任 先把重要事情處理一下吧 那我要退一萬步說 總要有人說實話吧 我今天說一點實話 全是台北不是本來的名字 1960年 羅馬奧運 1964年 東京奧運 1968年墨西哥奧運 台灣都是用For Mosa 縮寫是TWN 來參加世界的比賽 到1971年 蔣介石政權被趕出聯合國的時候 到1976年 蒙特羅奧運 加拿大喔 還要我們用台灣來出賽喔 結果 我們天兵 這些沒有被CT照過腦部的 中國黨們 不但拒絕喔 而且呢退出比賽 一直到1981年 才一個所謂落傷協議 從此 就自己把自己矮化 把CT定下去 再也不會改變 我們要說的是 故事是這樣喔 不是外國人要求說 台灣用CT出賽喔 所以這次你看到 所有人都說 它就是台灣啊 它就是台灣啊 各位想一件事情 如果台灣的防疫做很好 我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我帶這一條 你要不知道什麼國家 我不能帶這一條嗎 不能講清楚台灣嗎 就這個六個字母 有這麼困難嗎 我要問的是 偶爾有這麼困難嗎 蔣萬安 你要問你的曾祖父啊 有這麼困難嗎 我們把實話講清楚 這些事情就是你把它 鑲在台灣身上的